那我们来看 你要使用LINE的这个功能 请你先到我的简报75页 简报75页这边 因为官方本身这个教学就还蛮清楚的 所以我就没有再另外做这个文章 你打开这个网址 打开这个网址呢 来我会把这个网址贴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你打开之后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因为只要用LINE的这个通知就好 所以请你进到这个网址 那么这个网址呢 因为你要用你自己的LINE登录 所以要麻烦大家 这里一样 我把网址复制给你 你直接打开 他就要你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这样了解 那么你登录之后 你可以选择用QR Code的方式扫描 或是直接打上你的账号跟密码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因为他会取得一个叫做权杖 这样的一个 类似我们做直播 也会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金钥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需要那一个权杖 然后呢 我们在Webbit这边就可以用那个权杖去发售 所以原则上那个权杖是不让人家看到的 这样OK吗 好所以请大家先登录一下啰 那我这边也偷偷先登录一下 你登录之后你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LINE上面也会有通知 你就会看到那个Notify 找出来了 好我登录好了 在这边有没有 右上角这里 好那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上面也会看到 他会告诉你 你已经有登录了 我看一下我的有没有跳出来 有 好我的 上面会有这样的提醒 可以有提醒说你在电脑上有做登录了 这样子 OK 好 那么 我先等大家一下好的 如果你已经有登录好的 麻烦帮我按个 我看一下 按个4好了 好 按个4 先确认你有登录这个LINE的Notify 如果你刚刚那个试算表的没跟上 其实也没差 就是反正LINE的这个部分跟试算表 是可以独立使用的 没有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只是我们有把它记录下来 这样是以后呢 你要再去确认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还有没有 有没有谁已经登录了 好已经登录成功的 帮我按个键盘上的4 好吧那我们就继续了 希望今天不会是只有一对二教学了 哈哈哈哈 来那么你进来的之后呢 我们到右上角这边 有没有一个叫个人页面 就是这里 好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上面有三个权杖 三个 所以如果说以后呢 你想要解除 你就从这边地方 来做就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万一你的权杖不小心 被怎么样 被知道了 你只要就是这边删掉 然后再重做一个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 被看到是没关系的啦 哈哈哈哈 好那你看了 我们往下卷动 如果你们都没有用过的 应该这里就是空的 那我往下卷动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有这个 发行权杖 就是在这里 请你把它按下去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边 帮你的权杖做一个命名 也就是说呢 他传送讯息给你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名称 比如说你用一个今天的日期 或他的目的 可以打中文哦 只是说最多20个字 就那个名称 跟我们LINE的那个名称的长度一样 然后再来 他问你 那我要把这个讯息送到哪个地方 送到哪一个群组 还是哪一个人 你可以从这边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LINE的 里面的那些联络人的资料 那通常啦 最简单的就是一对一的 也就是说 这个就只通知到你自己 你会跟LINE的通知 是一个单独的对话 这样了解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来用 我用今天的日期 然后告诉他 我要传给我自己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有同学有问题说 刚才在哪里按进去没看到 来 在右上角 那个你的名称那里 右上角 好 你看我再点进来啊 从这里 有没有 右上角有一个你的自己的名称 个人页面这里 这样有没有找到 其实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不要客气 可以开麦克风啊 真的真的 不然有时候 如果讯息没看到的话 可能我回复的时间就会比较慢 啊你及时一点的 你就打开麦克风 就跟我们现场上课一样啊 好 你就会进到这里来了 然后按下发行权杖 选择 这个 按下发行之后 你的号码就会产生哦 有没有 但是他很 震动的告诉你 离开这里之后 你是看不到这个号码哦 这样了解 所以你自己复制之后 麻烦你 一定要先复制好哦 有没有 嘿 一定要复制好 因为你关闭了之后 上面只会像这个一样 有没有 你只会看到你刚刚命名的那个名称 但是不会再看到这个号码了 他就只有一次性的显示出啊 好 我现在已经复制好 好 那我等各位一下 哎 你取得了之后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程式端这边了 如果你已经好的 已经完成了 已经取得你的权杖了 麻烦你帮我打个OK哦 这样我就知道你已经取得了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使用方式超乎你的想象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我们littleQ也跟上了 太好了 好 来 那我们来试一下 请到左手边 过冲功能line里面 我们的权杖就在这里 温度超过的时候才通知啊 对不对 其他这两个正常 没事就把手机放在这里 就把手机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对没有 这个条件里面 然后呢 在这边贴上你刚刚的权杖 然后你要告诉你自己的讯息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可能是温度太高 或者是这个累计雨量太高 好哎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变成 不是等于应该是大雨吧 哎 这个应该是大 好 那如果你要讲的话比较多怎么办 或者你要换行啊 哎 用这个就不行了 因为你现在这一个的话是只有一行的 所以如果你有两行有三行 请用这个积木 来 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边的积木 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有建立字串 那我可以把多个组合在一起 甚至你要换行都可以 好 那建立字串你看到它是橘色的 就知道它是属于文字的 这个类别的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比较多个 我就从这个地方来找 在文字 在上面这里 基本功能里面文字 建立字串 然后如果你要换行 这里有换行 有没有 好 我就拿这个 我先取代它原本的 塞进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讲上你要讲的事情 好 比如说 现在 温度 雨或累计 其实你也可以做条件判断 好 比如说我现在到底是温度超过 还是 这个雨量 累计超过 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数值 打进去 这样就不用再猜了 对不对 尽量 超过 超标好了 好 请留意 OK 然后呢 我就 来换行一下 这里不够的 一样按齿纹 我们就可以 再加 这个 再加这个 好 这样完成了 那我可以把 温度 把它拿下来 因为温度是一个变数嘛 好 比如说温度 然后把 累计雨量 放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把那个什么 就是开发板的传过去都可以 好 那如果 我把这两个 连在一起会分不清楚 我中间就加一个换行 换行 我在这边加一个换行 这样 所以现在呢 就是只有超过的时候 它才会送 不过因为老实说 我们现在 即时的 温度根本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不会送 好 所以待会呢 这个你永远都收到LINE的讯息 因此呢 我把这个换一下 然后我把它换成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 温度 这个 我来换成这个 但是我的条件要改变一下 这个是为了 现在做测试用的 但是其实 实际上 应该是用刚刚的方式 这样了解吗 然后这里 我就换 把它换掉了 好 这样子 那我待会呢 就让它超过 我们就可以看看 到底你的手机这边 能不能收到讯息 好吧 来 我现在就执行咯 好 那预设的话呢 它一执行 就是37.91了 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 会不会收到讯息的通知 好 39应该会收到 来看一下 试看哦 诶 还没有 还没传出来 好可能要稍等一下 所以你自己可以试看看哦 如果有的话 它会收到像我上面这样的通知啊 我们这样看不清楚 好 大概会像这样子 好 它上面会告诉你 诶 现在温度啊 已经超过警戒值 这样子 好 所以你自己先测试看看哦 因为我们是60秒 执行一次 当然如果你要做比较快速一点的话 反正测试嘛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 就不用每次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这样OK吗 好 所以各位你可以自己实际试看看哦 哦 有同学有问到 我看一下 温度的数值是从哪里拿出来的哦 因为这个是开发板上的哦 所以你要找左手边 为不在bit里面这里 侦测光线 你还是一个原则 先看它的颜色 有没有 颜色是属于这个比较深的绿色 就是在这个里面 这里有一个温度的数值 这样了解了吗 因为BIT的它在设计上哦 有用这样的颜色去区分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啦 就比较容易找 这个温度的数值 我想一下哦 它本来就是数字的 所以其实 如果是这个的话啦 它本来数字不用转也可以啊 因为这个转比较没有什么意思 好 这个我丢掉 我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都还没有收到通知耶 有没有同学有收到通知了 有没有成功 我这边应该有写入 有这边有 好 所以这边还是有持续在写入中 37 难道我刚刚没有选我自己吗 哈哈哈 好啦 这个部分各位呢 你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那我们现在 8点16 我们就起来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们就休息10分钟 好 那待会呢 我们再继续咯 OK 好 好 好 请问大家有没有回来的 刚刚有同学提到说 他的LINE都收不到 对我刚有利用休息时间 我来测一下 我大概知道的 因为啊 我们刚刚有用那个 就是温度跟累积雨量的一块哦 他好像会不行 所以我把那个判断式 我只留这样子 就是只针对温度 就是开发板上的温度 好 然后呢 这里建立了这串 我也只送这个 好 那这样子呢 就有成功 我把我的这个LINE的画面 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里 可以看到跳直行 所以我手机上 这个LINE的通知 那现在这个是28分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29嘛 好 那我来执行一下哦 好 你看 这里等一下呢 他就会收到一则通知 29分这里 对不对 这里就收到一个通知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有可能是那个数值 那数值应该有问题哦 所以他没有抓到的话 他没有抓到 他就不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我就直接用那个开发板上的温度 这样就有成功了 你可以再试看看哦 把这个地方 他的条件 我们先单纯的哦 就是利用板上的这个温度 然后呢 传中的时候也是有传中他 这样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 有没有成功了 很好 终于 老师 哈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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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错哦 真的有人成功的 太好了 不是说我会成功哦 好 那这个范例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 好不好 我们就继续往下前进哦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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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进行到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